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是听着报道 有意思 我是金贤 来 今天给大家讨问是一个 年轻家 他中文在尽量的 有助牧场的负责人之一 可见还有个人 不过呢 他就和着罗有助 来 有助你好 来 季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来 这个有助 你的这个牧场是你一个人的 这用你的名字呢 这当然不是我自己创立的 这是爸爸而创立的 的农场 那爸爸一开始是 为什么用你名字呢 因为当初在民国八十几年 台湾需要合法成立牧场的时候 爸爸就是拿我们 兄弟姐妹的盒子下去命名 就是说例如什么某某牧场 某某牧场 可是呢 我的名字听起来比较顺 所以说就是以我的名字 做命名牧场这样子 哦 这样啊 所以说你们家几个兄弟姐妹啊 目前一个哥哥 一个姐姐 对 所以哥哥的名字跟姐姐的都去合过了 对对对 我们三个都去合过 所以说我念起来的比较顺 所以就叫做有助牧场 你的名字比较顺了 对 那请问一下 牧场你们主要是养什么 我们目前是在养蛋鸡 养棒牧式的蛋鸡 蛋鸡跟养一般的那个头鸡 土鸡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 大同小一只是说 土鸡都是比较需要长肉 然后蛋鸡就是要生蛋 然后养殖空间都是差不多的 因为我们早期就是因为有养过土鸡 所以说因为一些某些 就是政策土宰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才转为蛋鸡 当时我们在转为蛋鸡的时候 我们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去 饲养我们的蛋鸡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说 那就以土鸡的方式去照顾他们 然后再自己去购买一套生蛋箱进来 给他们公为生蛋这样子 这样 因为有助讲到一个关键字 说你们用养土鸡的方法去起蛋鸡 对 那可跟养土鸡跟蛋鸡 当然鸡的功能性不一样 这个是死肉这个是死软的 但是养的方法是差很多吗 没有 因为其实我们对蛋鸡 其实说也 因为蛋鸡这个 是我跟爸爸同时在饲养的 因为我们都没有任何经验 可是爸爸在养土鸡的领域 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他养了20多年的土鸡 所以说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那是反正都是一样吃鸡嘛 外观都一样 一样有两只脚 那我们就是 用土鸡的方式进行看看 只是说 因为蛋鸡跟土鸡的方式 比较不一样 像蛋鸡它可能就 就是会生蛋 所以说我们会 补充额外的钙质给它们 所以会生蛋真的要补充钙质 对 它有钙质啊 一些额外的营养品 这样子 这样子一些益生菌 也要补充益生菌哦 对 因为要保护好它的肠道 因为我们 我们牧场最主导就是说 从小鸡开始养起 那一般的人不是为小鸡开始养起吗 不一定 因为每个人养殖的方式不一样 可是我们农场是采取 就是说例如一日零的小鸡 就可能说一日零 就例如说前一天下午 12点刚出壳的小鸡 然后隔天的12点就到我们农场 然后我们从小开始照顾到他们 到大 到他们生蛋 然后到他们死亡离开这样子 所以那个蛋鸡是胃 就是真的从小baby开始养到长大这样子 对对 所以说它很需要益生菌去照顾他们 因为有了益生菌去保护他们的肠道之后 他们才不容易生病 因为我们农场是没有在使用药物去饲养他们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些益生菌去保护他们 所以说只要农场来的小鸡 所以说从小鸡开始养到它淘汰 全都是每天都是只有在吃益生菌 照顾他们的 所以说养那个蛋鸡 有很多的美国 那像你自己 因为你说因为爸爸是做养鸡 养土鸡很有经验 你是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决定要养鸡吗 没有 因为小时候就是有去外面 就去外面打工去上班 这样子就可能16岁开始 然后就是半工半读 就是想要自己 就是跟爸爸说想自己争取零用钱 然后想自己去看看 然后去外面打工 就是利用课语直接去打工 然后做过一些餐饮业 然后一些零零种种 然后到最后一个工作室保险业这样子 最后为什么要 会想到说跟爸爸一起养鸡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我在离开最后一份工作的时候 爸爸有一天突然问我说 他说他没养过蛋鸡 因为爸爸从以前 他会富裕小鸡 会从 假如有鸡像的他都会用 可是他就是说没有养过蛋鸡 然后我们就想说 他就想说 来养看看好了 因为蛋鸡蛋在那个时候 来说行情不错 行情不错 然后结果我们就 好吧 那我们毅然决然的就投入下去 然后没想到我们刚产要准备 投入好要生产蛋的那一年开始 鸡蛋的行情开始走下坡 这样 所以说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一直很辛苦的 不断就是说要 从外面一直在拓展业务 这样子 这样子 那像你开始帮爸爸 然后一起养蛋鸡 你刚刚有讲说 其实那个蛋鸡跟空的空间 其实是就是 因为蛋要就能够捡得到 所以我看很多那个蛋都是在那个笼子里 一格一格 对不对 没错 那比较是传统式的养殖方式 因为我们在我们笼子场里面 它属于开放式的牧场 我们属于开放式的牧场 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把它关在笼子里面 所以说我们就是说 我们就是购买一个产蛋箱 然后让它说要生蛋的时候 会让它进去里面生 它生完蛋的话 母鸡会自己出来这样子 然后蛋会停留在输送袋上面 就是这就变成 鸡跟蛋是分开的 这样的话 它其实会减少细菌的感染跟污染 当初的污染的方式这样子 对对 像那个产蛋箱 是有一个特殊的箱子 有一个特殊的箱子 对没错 因为早期的话 我们是使用台湾的 就可能台湾的就是一个 可能就是一些建材行去买一买 然后板子拼一拼 然后结果后来想 后来就是给它生蛋 可能后来其实不太理想 因为鸡要生蛋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说蛋要在哪里生 因为他不知道那个箱子是给它生蛋的 所以说我们早期的时候 其实都是在做鸡的引导 所谓的鸡的引导 就是说鸡要生蛋的时候 我们只能走过去 它不会动 我们就知道它要生蛋 我们就是一支一支的 要把它抱到为它定制的产蛋箱里面 他才知道说 原来那个是我们帮它做的 这样子 一支鸡 当时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大概一支鸡要差不多一到六次左右 他们才知道要把它放进去这样子 所以还要训练鸡到产蛋箱 其实这个训练鸡也是相对我们人的耐心跟体力的 因为其实你要想 一支鸡对不对 一到六次 可是我们整个厂里面不可能只养一支鸡吧 例如我们的一个厂可能就是有一千 例如因为空间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有些厂是养了一千五百只跟两千只不等 可是你要想说两千只在下蛋的时候 因为鸡不是同时在下蛋 它就像人的发育一样 有些小朋友 同一班 为什么有些小朋友长比较高 有些长比较矮一点点 像鸡也是 有些不要早发育的话 它就早下蛋 它早下蛋 一下蛋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去把它抱 把它抱进去里面 可是你要想 我们这段时间 差不多要为期两个月 再做引导 引导到他们在里面 早上差不多从七点开始 然后一直忙到下午四点那样子 一直在做引导 为期两个月 后来因为爸爸说 就觉得这样太辛苦了 因为他认为说我们对鸡 让我们友善 可是对我们自己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个虐待 对人不友善 对人是个不虐待 所以说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是后来 因为通过某个资讯 后来我们就是得知国外 有一个荷兰 荷兰有个叫做 动物福利产弹箱 所以说我们就引进那套系统 来试看看 因为那套系统其实非常好玩 它是以鸡的角度而去设计的 这样 所以说他就是说 我们也不用再做 透过引导的方式 然后他只是 他就是自然而然 就是早上吃完 吃完饲料 喝完水 然后他就去生丹了 他的产丹箱了 哇 变得动 都不用爆了 就不用爆了 就是这是以鸡的角度 跟前一套 就是人的角度去设计的话 的方式出来的结果 都是不一样的 可是那我问你 因为你会有这个流程 就是因为你鸡是在外面 啪啪噪的嘛 对没错 虽然它是蛋鸡嘛 那像这个鸡 它例如说一只养多久 才会虚弱啦 那在什么时候 是要特别照顾的 有没有 通常来说一只蛋鸡的话 依照我们牧场的行程的话 差不多在四个半月左右 就开始下蛋 下了第一颗蛋 正常的话是 是差不多一天一颗 可以这样讲吗 对 一天差不多一天一颗 一般来说的话 传统是两只的方式的话 是差不多一天一颗 是一天一颗 你是大概 三天两颗 对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传统方式的话 它是把它关在那边 因为它不用动 整天就是 睡觉起来就吃跟喝 所以它就是会生 比较容易生蛋这样子 那这样 就是养它可以生 这段时间大概多久 差不多四个半月 也是养四个半月 然后也是生四个半月 差不多养四个半月 一般来说的话 它这个鸡 它其实它的周期 其实蛋鸡 它在台湾的周期 是可以养三年 养三年 然后就可能说 从小鸡开始养 然后养到四个半月 或四个月的时候 开始生蛋 然后生蛋 生到差不多一年半的时候 它就会 就会跟那个成本 跟我们的飼养者的 那个成本会打拼 例如飼料 它就会打拼的时候 因为鸡蛋的产能 就像一座山一样 四个半月的时候 它可以慢慢爬爬爬爬爬 爬到顶峰 可能维持个 高峰期 可能维持两三个月之后 就开始走下坡了 它说走下坡 川主委 我们到一年半的时候 它差不多 跟我们的成本 就会打拼 通常这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 做淘汰这样子 那所谓的淘汰是怎样 它所谓的淘汰 就可能说 像台湾有非常多的 像低基金 低基金 鸡肉松 然后咸水鸡 对 这样子 这样子的方式 这样子 对对对 没错 那现在 现状的好问是 裸有柱 有柱呢 有柱牧场 它是爸爸和的名字 用它的名字 好 有趣的是说 它现在 它吃的是淡姬 而且它的肩膀 是人道饲养 什么叫做人道饲养 应该在说鸡钱 应该是我们不属于 人道饲养 是一个头 因为我们是 因为我们农场的定义 是在动物福利 动物福利 动物福利 但就是说 以鸡的需求 而去建构一些设施 给它们 好 这样 例如鸡的需求 像鸡就会生蛋 我们就是要造一个 卡在这里 对不对 第二个 鸡会 鸡有抓牌的 会有抓牌的习惯 例如 放出去 因为它抓虫子 对不对 会有这个抓牌的习惯 所以说 一定要放出去 或者说 让鸡 有些区 它们会 会 因为鸡 鸡其实比较看样子 其实它们会喜欢洗澡 它们洗澡 并不是说像我们用水 这样慢慢洗 它们是透过沙子 它们自己去洗 这样子 对 没错 所以说 其实你要做到 达到动物福利 这样子 第一个的条件就是 你一定要有 你平视 或者说 放牧器饲养 这两种的业者 会比较容易达到这样子 因为要福利 就是要去 符合它们的需求 就是杀鱼 抓牌 还设置一些 漆架给它们 就是漆架 漆架的意思是说 当它今天 做到危险 它觉得自身 很危险的时候 它会 就是会跳在 漆架上面 其他鸡就 不会去攻击它们了 自我保护的 一个装置 这样子 没错 所以就是 也有考虑到 鸡的立场 的一些配备 不是都为了 要给它 死人的配备 对 没错 那这样像 所谓的动物福利蛋 跟人道饲养 我为什么这样问 因为我有看 买两块面 有什么 人道饲养 对 那那个是为什么 不同在哪 不同的单位 那只是不同的单位 可是呢 它都 这两个单位 都是为台湾的 放牧鸡蛋 跟平式鸡蛋 在做认证 跟努力 在推动 没错 你说放牧 我可以了解 那平式 是什么意思 平式就是说 例如 平式就是 在一个空间里面 让它自由活动 叫平式 不是关在笼子里面 对 就像一个 家里一样 你可以 自由看电视 还是你要去喝水 休息 睡觉 都可以 这是平式 那下一个问题 就是消费者 的角度 就是说 我吃到软的时尊 是一颗蛋 那这只鸡的生平 过得快不快乐 运动量充不充足 因为这个不是肉 这是鸡蛋 对 没错 那连结有那么大吗 例如说它过得很快乐 这个蛋的很有营养吗 其实 营不营养 其实 鸡蛋 不管今天是做 动物福利 通常都是以业主的自身 自我 就是自己的 享用什么方式 而去进行 这样子 其实 营不营养 取决于饲料 这样子 哦 对 如果说你今天 例如鸡蛋 鸡蛋是非常好玩的东西 你听哦 鸡蛋就是 你给它吃什么 就生素什么蛋给你 哦 哦 嗯哼 例如说 可能就是有些人 他们会主打 他们的鸡蛋里面 会添加 北桃薄素 对 北桃薄素 吃了北桃薄素的鸡蛋 可能蛋黄就会变成橘黄色 橘黄色这样子 哦 对对 所以说像我们农场的话 我们就是给它吃非基改的鸡料 然后让它 让它 让它生出比较好的鸡蛋出来 这样子 哦 对对对 这样 其实这个也很有趣啊 就是说 因为 那个吃什么肥肚 会影响它两个成分嘛 对对对 可是你们就是花了 更多的成本在说 啊 让它过得很 很舒适 合乎它的福利这样子 对对对 那这样成本比较高 那如果比起一般的 市售 平时是说这家 鸡的一般是 大概一颗蛋多少钱 那你们的大概一颗蛋多少钱 嗯 一般来说的话 其实 我们大概落差到四倍左右 四倍哦 哦 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 跟一般的鸡蛋来比起来的话 我们差不多落差到四倍到五倍之间那样 嗯 因为 因为第一个我们的 因为今天你做动物福利的时候 第一个产能少 嗯 其实养殖的方式 其实养殖的基数又少 嘿 所以说相对的 你同样的成本去投利的时候 成本会相对的 所以说其实一般来说售价的话会比一般的还要高一些这样 对对对没错 那你一般售价比较高 那消费者的接受度 到底好吗 嗯 一开始当然这样推化当然是不好的咯 因为消费者他会认为说反正都是蛋 为什么你的比较贵 那我是买便宜的就好了 可是其实这段过程其实就是说要不断的去 摆市集 像台湾非常多的一些农民市集啊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会去去透过农民市集去参加农民市集去而去贩售让一对一的让消费者更了解我们为什么而去有这个理念去饲养这个鸡生出来这个好蛋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好那你现在是农民市集啊 那我是要来买那个地方妈妈 那你说服我我为什么要买你这个 好那一颗蛋假设平时外面卖假设是一般六七块要不要 好六七块 那你要卖二十块以上吧 目前来说没有 目前我的我的在十五块 你的是十五块 对对对 别人假设是五块好了 对对对 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十五块呢 嗯因为理念 没有啦 厉害啊 其实是这样讲 其实因为好的鸡蛋需要好的消费者去支持 因为鸡蛋其实说鸡蛋其实它是一个看不到真正价值的东西 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鸡蛋吃效度 你不了解不了解就作为它是一个鸡蛋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有去真正了解的时候 你会了解说这个农场主如何去照顾它的鸡 然后生出这个蛋 那它在这段过程中发生什么事情 吃了什么东西 就等于说我们完全就是有做一个生产履历的代表 这样讲比较快 就是说它在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生出来这个蛋这样子 所以你跟消费者这样讲它是可以接受的 一般来说其实我跟消费者讲通常都会比较 因为第一个会去参加去逛一些农民 就是农民市场的一些消费者 他们对那种意识形态会比较高一些些 没有错 像现在这样子 你就是每天都在牧场工作 对没错 几乎啦 几乎 因为我有时候会需要去送货啊 去上衣 就是可能需要 有时候还需要跟 就是会跟消费者聊天这样子 现在你很有说服力 没有啦 就是因为其实 有有有 我现在很想买 那我就请问你 就是我们在什么地方买到 你们买得到 你们这种动腹友善的 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是在有机店 就是台湾的祖父柠檬消费合作社里面有 在台湾比较好购买这样子 因为通常 因为以前早期的话 因为我们农场在新竹 所以其实在新竹的话 可以去非常好购买 因为我们早期在 创立这个农场要收受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是以新竹为中心点而去 说服店家进货而去合作这样子 对 因为以外地来说比较少一点点 那现在就是全台湾只要祖父联盟 对没错 有机店就买得到你们的鸡蛋 对没错 有住牧场的鸡蛋 对没错 因为这里的鸡呢 可以自己跑来跑去 然后又可以杀鱼 还可以自己 没错 这边抓来抓去都很好 对没错 真的 那我们就自由自在 因为其实爸爸的理念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看不惯 因为当初我们其实有各种评估过 可是他说他养鸡养那么久 他因为他就是不喜欢把 就是关起来 或者说某种方式去饲养他们 所以说他就是以照着土鸡的方式 给他快乐的奔跑 给他自由 再去管理他们这样子 这样 好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 有助接受访问 那我们知道说 我觉得其实台湾还是 现在做这种动物友善鸡蛋的 应该也除了你们还有其他人 对不对 这台湾非常的多了 因为其实在台湾的家乐福 家乐福的话 其实有非常多的 像我们这种动物友善 人到鸡养鸡蛋 也可以在上面购买得到 好 你看 就是说 如果理念相同 那也可以买 好 今天谢谢 有助接受 后面 谢谢你 我也谢谢